我听说 中国大陆过年的时候 许多大观贵人 庙里烧香烧头一炷香 那头一炷香听说要几十万呢 超百万以上的 那修佛啊 什么心修佛啊 贪 我为什么烧这一炷 我今年的时候 佛保佑我身关发财 我供养佛一百万 希望我将来得一个亿回来 谁一得万报 是这个心情去烧香的 如果是你烧香 什么都得不到 他不去了 所以 他的心是贪嗔痴 也肯养修佛 尤其听说佛们 是以得万报啊 这一本万利啊 哪个生意 比这生意更好 找不到了 这样心态 去修善 那么贪心 躲过轨道 他在轨道里做 富得轨 我说 他又 过去有这个 佛保在啊 在轨里都去享福啊 那 那轨里都佛保大的 做城隍 那 佛保小的 做土地 一个小村的土地 就等于村长 成皇嘛 就县市长 都成皇嘛 等于神长 啊 鬼道啊 啊 出神道 也有享福 你看我们现在 家家养的宠物 真相福啊 一家人都爱他 都伺候他 啊 家里人彼此不活 但是对小的不懂啊 啊 出神道 里都有佛保的 那我们在 传记里面 看到暗示高 啊 暗示高 有个同学 过去式的同学 啊 都是在一起修行 修行的 明经好诗 啊 明经 能讲经教学 又喜欢博士 这难得的 好的出家人 可是每一天出去突破 拖的饭菜不好 他心里就不高兴 啊 好像自己是这样好的一个修行人 啊 为什么今天供养啊 这样不 不成意 有怨恨心 啊 死了以后 躲在出身头 这是愚痴啊 啊 这就是个石身 啊 当了龙王 宫廷湖的龙王 是一条大王石 啊 灵 因为他明经 他灵 啊 他有佛报 他喜欢布施 所以 周边一千里的范围 人都去拜他 都去供养他 就佛报他 暗石钢 在中国 把经典翻译 告这个段落之后 最后一撞事情 就去度他这个同学 啊 那么他到 宫廷湖去 应该就在 现在的潘养湖 江西 啊 龙王知道 龙王于 三天前 托梦给他的 这个庙主 就是 庙的主持 托梦给他 三天之后 他有个老同学 要到这里来看他 你们要好好地 接待他 啊 要听他的 开始 啊 所以庙里就做准备了 啊 安石钢 当然还有一些随从人员 到那区里面 迎接他 安石钢 知道 把这个故事 说给大家听 然后请龙王献身 啊 龙王说很不好看 很难看 他说 难看也都要献身 啊 让大家来 增长信心 他就出来了 爬出来 是一条大石 啊 他就给他 超渡他 啊 送进念咒 啊 看这个 这条石 眼流泪 流了很多眼泪 啊 龙王呢 拜托他 所有财产都供养他 请他去建一个寺庙 啊 那么 安石钢答应了 啊 把他 将他这一笔钱的时候 带到南昌 建了一个佛寺 江南 第一个佛寺 是龙王 供养的 安石钢建的 啊 这是一个好的出家人 民进好事 就这么一点小毛病 啊 小小 不诚意的时候 就有一点 怨恨 啊 啊 得这么个国王 啊 啊 那么 安石钢 带了他的财物 还是坐船 到 现在的南城 在湖里面行走的时候 很多人看到 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年轻人 在船头里面 跪在地下 拜他 安石钢就说 这个人 龙王 立开出生生了 他生逃离天了 啊 念头才乏 他就离开出生生了 啊 那么这条大蛇呢 就死了 以后人家看到我都埋起来 这个地方叫蛇村 现在还叫蛇村 汉朝时候的 这是给我们证明 夜莺果报 丝毫不爽啊 齐心动念 焉语造作 决定有报应 啊 啊 报应 有声报 啊 有现报 现世报 你看到的 声报来生 后报 第三是以后 啊 后报时间长短不定 总在日云 啊 云遇到了 国报就先去 啊 我们通告清楚 通告明白了 在这个世间 一心念佛 对人 对事 对物 都缓缓细细 若无其事 啊 做事 做事情不诚信 不如意 自己想想 我没有福报 这真的 我要有福报 大家照顾不得 非常周到 照顾不如意的时候 我没有福报 不是他这事情 我没有福 他也没有福报 我有大福报 他服务我 他种福 我没有那个大的福报的时候 所以他也种不了福 啊 你真的想通了 想清楚的时候 什么事都没有了 啊 你在这个天 在这个世间 一天到晚 欢欢喜喜 啊 就一句佛号 其他的 全没有 搞什么都是假的 啊 搞什么都是 障缘 障碍你往生 啊 障碍你平位 我们把这个 看清楚 看明白 就好了 啊 啊 不论是善人 卧人 妖魔鬼怪 我们见到 通通劝他念佛 求生建筑 啊 他要还有一点佛报 还有一点宁心 他会安安 他会一较奉献 啊 所以这个 这个四句 这总说 很重要 经文 首先 说明 主 世间福 戳不了 六大轮回 我们今天 干什么样的事情 都别指出 我们为谁干的呢 我以佛教干的 佛教今天摔了 说这个摔啊 还是说的好听 实际上呢 灭了 没有 没有了 辱舍道 都没有了 学辱 学佛 学道 路走偏了 走斜了 你细心就观察 李老师 在过去 叫我们 学经教的人 看著解 看古人 做解 不要看现在 什么原因呢 现在人 多半是偏邪 古人的东西好 古人东西 有修 有正 才敢出来 讲解 才敢 读书 历书 而且这些书籍 都经过 当代 那些高僧大的 坚定 地往下 甚至如葬 就经过 坚定的 严格的 鉴定 不像现在 现在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自己花钱 就可以印 没人 坚定 我们是肉眼 凡夫 看不出来 最安全的方法 看着古主 古主看不懂 没关系 多念 古人那句话 讲的是真理 临得很 读书千遍 其意义自见 我们用真诚性 恭敬性 去念 念上一千遍 自然就通 感应 至诚感通 这个法子妙 非常妙 老办法 比现在人的方法 高明 比现在人的方法 好 那你怀疑 你损失就大了 你要肯相信 那你真的就得福了 决定 不能怀疑 那么这些人 他人天佛报的 在今天 全球 比比皆是 哪个不谈 不能理想 不求佛会 佛会从哪里求 从戒定当中求 他不能持戒 他不能修定 这就是不求佛会 天天听经读经 没用处 天经读经 要用真诚性 映光大师的话 讲得好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你能听懂一分 十分沉浸 你能得十分利益 读诵天经 你能得多少利益 跟讲得人 没关系 跟经教没关系 关系在你的真诚 贡献性 请不吝点赞